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我们用山药来做好吃的 首先把山药去皮 如果对山药过敏要戴上手套 然后切成薄片 去皮的山药大概300克左右 然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两颗鸡蛋,搅散 再把鸡蛋液倒入山药里 防止山药氧化变黑 再准备适量的红枣 利用一根吸管把红枣糊取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红枣和山药倒入料理机里 加100毫升牛奶 选择果汁键,打成山药糊 再把山药糊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加4克酵母粉 根据自己的口味加适量的白糖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至酵母粉融化 再少量多次加入350克低筋面粉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面粉颗粒 像这种老酸奶的粘稠度 然后盖上,发酵至两倍大 这样面就发好了 体积变大,里面充满气泡 然后搅拌一下,排出里面的气泡 再准备一个模具 底部铺上油纸,或者是抹上食用油 再把面糊倒入模具里 上面撒点熟芝麻 再加点蔓越莓干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然后盖上再饧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冷水上锅 开大火增三十分钟 时间到关火再焖五分钟 我们打开看看 哇,好香啊 浓浓的红枣香 再把它取出来 倒扣脱模 美味的红枣山药糕就做好了 山药这样做,简单美味又营养 非常的松软有弹性 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 我们来切一块出来看看 它的口感像蛋糕一样 松软不黏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有时间可以给家人多做一点 用它当早餐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